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其实各地天气都还是相当的闷热 最主要就是这个周末西南风 是有稍微增强 那么明天的西南风会比今天来得更强 云路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台湾目前是在封面前面 比较不稳定的地方 门雨封面的位置在比较偏北边 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台湾 我们今天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但是西南风有稍微增强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南风影响的区 像我们这个巴士海峡到台湾海峡南部 南海北部这附近都有 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 有一些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区域发生 可以看到云量都比较偏多 甚至有一些对流云系 我们台湾的话呢 就是最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影响的 迎风面向中南部地区 天气就比较不稳定 在凌晨清晨这段时间呢 就会比较容易在沿海地区 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阵雨 那么在这个中午过后的话呢 山区也会有这个午后雷震雨 那么包含北部东北部的话 山区也都是有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的话西南风会比 今年更强降雨的情况 还会再更加明显 尤其在我们中南部地区 所以出名要记得细大雨具 那么礼拜一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礼拜一封面再往南边 偏移再接近我们台湾一些 礼拜二的话可以看到 封面就在我们台湾上空了 而且下个礼拜从礼拜二开始 封面会一直滞留到礼拜天左右 时间还算蛮长了 就是梅雨封面的影响 那么这个梅雨封影响 它也不是说 一直在我们台湾上空 有的时候会比较往南边偏移 像是在这个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但是接下来又有点这个 在我们台湾附近南北百当 所以几乎 这个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几乎 但是雨势也不是 一直都很大 只是要留意了 在封面比较明显影响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有 这个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降雨量也会比较明显 大家要特别留意 来看一下这个明天什么地方比较容易下雨 最主要就是 封面的中南部地区降雨机率会比较偏高 包含在平地山区沿海地区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北部东北部的话 还算是比较稳定 但是在山区也是有一些午后的热对流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可以看到到礼拜二的时候 封面游戏南下之后 可以看到慢慢的 全台湾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增加的情况 从未来四天的降雨预测图上面 可以更明显看到礼拜天到礼拜一 门雨封面还没下来 最主要是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的降雨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一些 但是真正降雨最明显的时候 是在礼拜二跟礼拜三 可以看到颜色也比较深 而且范围比较大 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而且颜色还蛮深的 像是山区 或者是这个像我们中北部的平地 中南部山区 其实降雨都会相当的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 礼拜二开始到礼拜天之前 门雨封面的影响 全的温都是相当不稳定的天气 低洼地区要特别 出去山区也要特别当心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温度方面的话 北部礼拜天之前还比较热 白天高温有34度 低温的话大概25度 礼拜一到礼拜二 开始可以看到慢慢受到 门雨封面银系的影响 尤其礼拜二开始 高温会降到25度 低温的话会升下21到22度左右 那么在中部的话 也是有稍微往下降一些 尤其礼拜一开始 礼拜天白天还有33度 也是相当热 礼拜一开始稍微往下降 来到30度 低温的话也是从27度 稍微往下降到24度左右 那么在我们南部的话 可以看到在这个礼拜天 高温会有32度 礼拜一礼拜二的话 也会降到 剩下30到31度 那么低温的话 大概是26到27度 落差没有很大 但是因为云浪比较偏多的这个关系 挡住了一些阳光 所以温度稍微的往下降一些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都还算是稳定 南部要稍微注意 还是会有这个雷雨 因为是西南风的影响 那么在明天白天 各地的天气 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中南部地区 就是西南风影风面的地方 天气是比较不稳定 云量偏多 比较容易有震雨或是雷雨 北部东北部东部 还算是稳定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云量也会相对来说 比较偏多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明天的话是西南风 会比今天再稍微增强一些 整体的状况 还会再更加不稳定 尤其中南部是转云多 有雨的天气 北部东北部还算是稳定 但是容易有午后的热对流 那么下个礼拜的话 就是梅雨封面滞流 尤其礼拜二开始 一直到礼拜天之前 都是不稳定的天气 大家要特别留意 尤其有规划外出行程的话 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 不 Russians 不一想 甚至乎